大家好,我是专注于商业文案的库库船长 那今天我们来聊麦当劳 提起麦当劳,大家一定会想到汉堡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麦当劳真的是靠汉堡赚钱的吗 我们想这么大的汉堡 它要用最好的牛肉,最好的面包 面包里的气泡要控制在4毫米的时候 它的口感是最佳的 要用最好的油 而且10分钟以后如果卖不掉 就只能扔掉 那这么高的成本 加上它的房租人员推广费用 汉堡其实它的利润是非常低的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赚钱的 但汉堡恰而恰是麦当劳 吸引很多人进店的一个最关键的理由 那它到底是怎么赚钱的呢 是那些薯条可乐等小产品 是这些一般人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产品 它恰恰是靠这些赚钱的 那这个地方大家学到了吗 用实惠的产品吸引人们进店 吸引流量 同时呢 要靠其他的周边的外围的产品来赚钱 那第二点通过集中采购来获取稳定的利润 当麦当劳把全球几万家门店所用的这种牛肉啊 面粉啊 土豆啊 集中采购的时候 它利润就出来了 那通过改造来降低供应链的成本 并且呢 跟它的合作者来分享 使得整个价值链的整体收益大幅的增加 那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拿整个收益的最大头的始终是麦当劳自己 那我们几个例子啊 假设过去一斤土豆卖五块钱 亩产是六千斤 现在改造开始 麦当劳为农场提供土豆种植改良技术 免费的啊 那这种技术呢 改良成功 每亩的产量从六千斤增加到两万斤 那过去呢 那每斤是五块钱 一亩地产六千斤 一亩地对农民来说 它的收入是三万块钱 那现在呢 一亩地达到两万斤以后 可以让农民把价格降到每斤两块钱 那这样呢 每亩地的总收入就达到了四万块钱 对农民来说 它的收入增加了一万块钱 农民肯定很开心啊 这样呢 农民企业 那大家都很开心 而单价呢 从五块钱降低到了两块钱 意味着什么呢 对麦当劳来说 意味着在采购这个端口 它的利润增长了百分之六十 那第三点 麦当劳真正赚大钱的地方 你一定想不到 答案是房地产 那麦当劳的总裁克罗克呢 有一次到哈佛讲课啊 他就问同学们 同学们 你觉得我是做什么呢 大家就从他笑啊 你不是做快餐的吗 他说错了 我是做房地产的 他说如果不做房地产 仅仅做快餐 那麦当劳早就关门了 那麦当劳在西方 最标准的操作是 采取特许经营的方式 首先把一个精心考察过的店铺 给租下来 租期是二十年 跟房东谈好了 二十年租金不变 然后呢 吸引加盟商 把这个店铺再租给加盟商 并且呢 向每个加盟商 再加收二十的租金 以后呢 根据这个房地产的升值情况 再进行一个相应程度 相应幅度的一个递增 那麦当劳采取的是 以快餐来吆喝 然后呢 拿房地产来盈利 这样一种商业模式 也就是它真正的盈利来源 其实房地产的增值 所带来的这种租金差 在麦当劳的整个营收里边 其实只有三分之一 是来源于它的店面的直接营收 而另外的三分之二 来源于它的加盟商 也就是呢 在加盟里边收取的 很重要的一个收入呢 就是房地产增值的一个收益 那麦当劳的高明之处 不止体现在它专业的选址能力 还在于呢 通过辛辛苦苦的卖汉堡包 通过辛辛苦苦的来建立 麦当劳的这种餐饮文化 来建立起麦当劳的这个圈子 这个商圈啊 商业圈子 通过麦当劳的商圈 来不断的来拉动 海量的人流量 海量的人群 来到麦当劳 以及呢 来到麦当劳附近的这个商圈 那这种做法呢 就会积极主动的 直接的推动当地的房地产价格的这种提升 这个呢就是麦当劳 它之所以会成为史上最牛的房地产公司的命名所在 它不是单纯的被动的等待房地产升值 不是单纯的依靠所谓的选址能力 而是积极主动的长期的去拉动 推动当地房地产价格的提升 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专门代写各类商业文案的库库团长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产品 关于营销的文案策划类的需求 都可以点击下方链接 体验我的服务 那不同于很多大店 我店里的所有的策划 所有的文案类的工作呢 都是我自己亲笔完成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